南海是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 总面积超过了350万平方公里 南海不但物产与自然资源丰富 还是沟通印度洋与大西洋的交通交道 在军事层面也起到了对大陆东南洋海省份的缓冲作用 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长期以来 一些东南亚国家始终觊予我南海岛礁的所有权 并不惜通过引狼入室来对冲中国在本地区的影响力 1988年2月 中国决定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设立海洋观测战 然而就在中方即将开工之时 与南海军却横插一脚 妄图对我南海岛礁实行非法强占 我军在对方首先开枪的情况下奋勇还击 最终击沉越船两艘 重创一艘 一口气收复了六座岛礁 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对南沙群岛进行实际控制 收复永暑礁对于文国在南沙行使主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海军之父刘华清一书就认为 如果不是刘华清当机立断在南沙获得了一块立足之地 南沙局势的发展会更加扑朔迷离 解放军虽然在此一中获胜 但无奈在后勤补给于远洋作战方面有所欠缺 所以对南海海域的持续控制能力一直非常有限 此外由于当时国内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需要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 为了不过度刺激越南等南海周边国家 在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 我国并没有对永暑礁进行大规模扩建 而从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 中国当年的引人羽让部 也的确给了某些国家非法侵占我岛礁 盗取我使用天然气资源的机会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局面 从2014年起 无国再包括永暑 美济和主币礁在内的南沙多个岛礁上大兴土木 打造了一系列承担预警功能 并有一定攻防能力的前哨阵地 目前 位于南沙的永暑礁 已从当年的淡满之地一跃扩展到了2.8平方公里 还拥有了一条长3160米 宽60米的机场跑道和一个5000吨级码头 主币礁和美济礁的机场跑道长度则分别为3100米和2700米 这些岛礁上不但可以起降孕妇20 轰烈安和空警复500等大型飞机 优控 机控 导弹掩体 官兵营房 运动场 后勤仓库 雷达通信设备等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已经具备了相当可观的持续作战能力 两年前 国外的卫星图片就曾显示 有一架国产孕妇20运输机出现在永暑礁的机场跑道上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柯林科赫对此表示 中国可能是在利用此次部署来展示解放军的远征力量投射能力 并以此表明中国有决心维持其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为了确保这些岛礁的安全 今年来 解放军在这里部署了大量用于自卫的武器 其中主要包括卢多2000进程防空武器系统 红旗9B防空导弹 PJ-26型76毫米单管炮 英机12B按键导弹 CSA-21型55毫米反蛙人火箭弹等 路德2000进防系统其实就是HPJ-12型 其广30毫米舰炮730进防炮的路上机动版本 该炮以8×8越野卡车为底盘 带有两个分别装500发脱壳穿甲弹和500发高爆弹的弹药箱 射速为4000发分钟 最大射程为3000米 具有较强的多目标拦截能力 今年来 越南从以色列购买了口径为306毫米与160毫米 两种具备精确打击能力的火箭炮 对我南海岛礁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而路德2000的部署则大大减轻了这两种火箭炮所带来的压力 为我方岛礁构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安全屏障 据悉 路德2000进程防御系统的最新改进型也已经面世 这款新型进防系统将原来的730炮换成了1130炮 射速也随之大为提升 一旦该炮能够部署到南海岛礁 势必会进一步增强其进程防空能力 红旗-9防空导弹是上世纪末我国研发的一款远程地对空导弹 实现了我军防空导弹从点防空到面防空的跨越 红旗-9B防空导弹是红旗-9的衍生型号 最大射程从红旗-9的200公里增加到了300公里左右 采用车在机动发射方式 一个火力单元能够同时为16发导弹提供指导 同时拦截8个目标 红旗-9B的飞行速度达到了4.2马赫 采用惯性制导 主动雷达终端制导系统等组合制导方式 命中精度高于俄罗斯的S400 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远程防空导弹之一 该导弹将与陆多2000形成远近高低的火力衔接 共同捍卫南沙诸岛的领空 英机12B型反舰导弹是英机 URA空射型反舰导弹的陆基板 该弹道采用冲压喷气式发动机 射程可达400公里 末端突防速度为2-4倍因素 战斗部装有180-20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炸药 采用了GPS加北斗联合卫星制导 配合宽频主动雷达的复合制导模式 英机12B在南海诸岛的部署 赋予了这些岛礁一定的远程反舰能力 对付周边东南亚国家的海军 可以说是绰绰有余 PG-26型76毫米单管炮 原本是054A和056护卫舰上的主炮 射程约15公里 射速超过120发分 配有先进的光电瞄准设备与火控雷达 就火力而然堪比陆军一个完整的炮兵连 PG-26型76毫米单管炮的辅角可达到零下15度 阳角可达到85度 左右回旋角度更是达到了175度 将该炮加在高处 既可以打击水面目标 也可以承担一定的防空任务 再加上该炮极低的故障率与极高的可靠性 非常适合部署在远离大陆的岛屿上 目前 永书岛 竹壁岛和美济岛都部署了该炮的陆基版本 我们都知道 挖人是担负着水下侦查 包括和执行特殊作战任务的两栖作战力量 长期以来 国军一直面临着周边国家挖人的威胁 上世纪90年代初 还曾发生过南沙首交官兵11人 全部失踪的离奇事件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 国国特地研发了一款专门针对挖人的武器 CSA-21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 CSA-21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 以俄罗斯的低频 -6510光55毫米火箭榴弹发射系统为基础改进而来 该火箭炮系统的声纳可对500米-1000米以内的海域实施监控 并具备自动发现 识别和攻击敌方挖人的能力 其所发射的反挖人杀伤弹入水后会在一定深度起爆 通过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对敌方挖人进行杀伤 CSA-21型55毫米反挖人火箭炮系统 原本是水面舰艇在驻博士用来自卫的 而如今该系统部署在岛礁后 也能有效歼灭挖人等水下小型运动目标 让善于偷鸡摸狗的东南亚某国挖人无可乘之机 除了硬杀伤武器外 南海岛礁近年来还部署了不少侦察与预警设施 根据美国军方的报道称 解放军在南海主壁礁南段部署了一套 被称为综合脉冲与孔径雷达的天线阵列 这种内外两全各二十根单极天线组成的双环阵列装置 可以用来探测舰船 飞机等目标并具备一定反隐身能力 而其他类别的雷达 电子针听设备与电子战系统在南海主岛礁上还有许多 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 想要避免被动挨打 因为依靠岛上的防御型武器肯定是不行的 还需要有一定的机动兵力进行协防 此时 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02型导弹艇 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 02型导弹艇是中国海军第一款隐身导弹艇 同时也是世纪直交反分裂军事斗争的产物 该艇满载排水链250吨 续航距离200海里 采取小水泄命双体穿浪构造与喷水推进技术 最高航速达到了空前的50节 02型导弹艇不仅运用了大量隐身设计 还采用了信息化综合管理系统与智能化作战指挥系统 战时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目标的探测 识变 跟增 威胁判断和武器分配 02型导弹艇的主要武器为 狼组四连装英机83K反舰导弹 以及舰守的一门HPJ-13式6管30毫米速射炮 英机83K反舰导弹的飞机中段使用惯性制导 末端使用主动雷达制导 采用字段破片大威力战斗部 只需一枚便可以让敌方大型水面舰艇失去战斗力 是世纪出欧军最先进的反舰导弹之一 02型导弹艇的基本编制单位是大队 一个大队通常下辖有6艘导弹艇 三个大队组成一个快艇支队 若是往军全部四个02型导弹艇支队一同出击 在顺利到达发射阵位后打出全部的640枚反舰导弹 即便是拥有宙斯顿系统的美国海军也招架不过来 不过02型导弹艇也不是没有缺陷 比如自卫能力较弱 续航能力与失航性较差 无法在远海进行长时间部署等 因此在我海军有了吨位更大 战斗力更强的新型驱逐舰鱼护卫舰后 昔日被冠以航母杀手的02型导弹艇 就从小田田一夜之间变成牛夫人了 然而时宜逝宜 现如今02型导弹艇又凭借着运作成本低 航速快 隐蔽性强等突出特点 在登陆作战 岛屿守卫等领域找到了新的定位 据悉 02型导弹艇与056轻型护卫舰 已经在南沙岛礁进行了常态化部署 前者还与071大型两栖攻击舰 举行了岛屿登陆作战演习 这些都显现了该艇在南沙水域的重要性 可以说 经过多年的建设 南海岛礁已经实现了 不同作战平台之间的整合 并根据岛礁大小和位置 形成了有一定纵深的T字防御态势 基本完成了岛礁要塞化的改造 不过 我们也不能就此过于自满 旨在重返亚太 并正在推进引太战略的美国 就一直对中国在人工岛上修建军事设施说三道四 甚至扬言要动用MQ-9死生无人机 对往南海岛礁进行打击 MQ-9这种速度慢 又不隐身的无人机 想要大摇大摆地接近南海岛礁 自然是有些不切实际的 但如果美国卯足了进进行强攻 什么B-1 B-2 B-52 杰达姆 加斯姆 战俘一起上的话 这些远离大陆的岛礁恐怕就顶不住了 毕竟 由于受到面积 技术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美济礁 永鼠礁 主臂礁等南海诸岛礁 虽然有一定的自卫能力 但还是无法抵挡各种制导弹药的轮番直接命中 此外 陆机或海机的防空武器一旦上了岛 也不一定就能发挥出原有的战斗力 地对空导弹系统是一个体系化作战的单位 仅靠一个红旗9B防空导弹营或防空导弹履 其战斗力是非常有限的 要发挥出最佳的作战效果 就必须得到更高层次的空管中心或防空指挥所的空勤支援 而这些远离大陆 且之前相距甚远的南海各岛礁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要想确保这些岛礁绝对安全 还是要以众空军的战术飞机与轰炸机 以及火箭军的东风系列弹道导弹与常见系列巡航导弹 平岛上的那些武器 对付越南 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还算游刃有余 但要想对付美国这种海空高度一体化的作战力量就难免力不从心了 当然 如果美国真的敢对我南海岛礁动武 其实就相当于对中国开战了 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 一旦战争走向失控 其结果就不是我们能预料到的了 逼者相信无论从哪方面考虑 美国都不会在南海方向上倾起战端 而我们在南海岛礁上所做的军事准备 客观上也将大大提高美国及其党羽的介入成本 从而进一步降低中美爆发军事摩擦的可能性 Tola 本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 更多详情资讯请关注晚些时候的精彩作品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了